今天呢我要来一个这个老年院 去看一个我妈妈以前的同事 是个很好的同事 这个阿姨啊 她今年呢就将近90岁了 现在就住在这个养老院里头 现在是她的孩子带我来这里 去专门来看望这个阿姨 这个养老中心呢 就是不是在我们南宁市中心 它是在南宁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区 叫做梁庆区 这个呢就叫做月年华 遗养社区南宁五项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这个大门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人 6000多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现在我们就进来 这个是大厅 这可能是到他们午餐的时间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价格 价格我们找本三个部分 床位费 护理费 有其他费用 我们会根据长者身体情况不同 会进行一个护理等级评估 评估完了之后才知道具体的价格 比如说三级护理 那么如果他住双人间的话 就看普费后的价格 这个2800多加900块 再加这些其他费用 加在一起 如果自己套下来的话 大概4800多 4800多是双人房 双人间住 能自立的 住双人间 包括吃 包括住 包括护理费 那我今天看那个阿姨 她怎么要一个月6000多块 那看她的护理等级不一样 她可能护理等级 达到了比如说护理B A这样的等级高了 她价格就会高 她是一个人就下不了床 那种属于几个等级呢 下不了床 要看她的认知情况 认知情况是好的 是自立能力 认知情况 病情 还有她的感知 等等方面去评估 就是不是那么的 就是打死板的说 她下不了床 就是多少等级 要看她整体的去评估 有一些完全能自立的 但是呢 她的认知是会有阿斯海默症的 那种我们会等级 也会不一样 她会具体要看到人 然后进行评估才知道 能价格等级评估 价格在这里 看这个分后价格 那我给你 床位费加上护理费 加上其他费用 那我问你一个情况 我们做个例子 比如说是一个老人 88岁 那么她认知能力是好的 然后呢 她就是下不了床 上厕所需要人家帮扶她 那么 她应该到这边的等级了 就是不会在这两次上面 那加起来 如果是单人间的话 单人间的话 就是5000多 加这些 如果是双人间的话 就6000多 这样加一套 6000多 单人间的话 单人间就贵一些 那么那平时要上 因为下不了床 上厕所也帮扶到去厕所 对 你有什么需求 我们这床有个零 按铃就即是 去响应 可以做一些抗护训练 就比如说像一些 中中后 很需要弄抗护的 然后从这个区呢 就是一个活动区 就是我们平时也 娱乐活动也比较丰富 因为她住在这边 她不是那么 不是 做什么很无聊那种 我们会丰富她的一个活动 我们每个月的活动安排 都会 都会有 会根据解冰体系 比如说 这个月是有 国庆节 重阳节 我们就会有 重阳节的活动 然后呢 平时日常呢 还有一些兴趣小组 比如说周二 周三 周五 周六 我们都会有一些课程 比如说唱歌啊 瑜伽啊 非洲鼓啊 手势啊 等会带他们一起去 做一些活动 但是活动呢 我们不要求说 她做的怎么样怎么样 很标准 但是呢 因为对于长者来说 她能动你动手啊 动动脑 就是对她整个身体的 也是比较好的 养老方面的观念 还是很好的 这是跟一个日本的 礼爱 礼爱 也是一个 企业的标准 对于那种整理啊 清洁啊 卫生安全等等方面 都是有一定的标准 把那套 引用过来 她这个护理员 她也希望老人 能够出来走动一下 就不要老 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比如说就到这个客厅来 那么这里有沙发 这样可以跟大家有些 沟通啊 还有做些游戏啊 这里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现在我们参观一下 这个是样品房 这个是单人间的样品房 我们看一下 这都是墓地板的对吧 对 这有一个你看 就是适合老人的 这个卫生间 会有紧急服 就按铃 我们设计的那个洗手 使得会矮一些 然后呢 这个就是洗澡间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单人间 那如果老人 他没法自理洗澡 就会有 就帮他洗 就帮他洗 就来这里洗 单人间 这个是有碧柜 这是衣柜 衣柜 然后大家看到 就是这个呢 是一个电视 然后呢 物理床 反正这里都是有空调 对我们整个会有行风系统 每一层都有行风系统 而且每个房间 也会有它单独的一个行风系统 那夏天我们这有 冬天有没有暖气啊 有啊 有空调 像你们室内这个恒温 你们是设置在多少度 室内恒温 因为长止恒温的 对于就是 不会说调太低啊 就是比较适合的 20来度 这个床呢 也是专业的床 这个是可以升降的 这个呢 就是外面的环境 就是我们南宁的五项新区 这个房间呢 叫住浴间 就是帮那些老人啊 在这里洗衣服的一个洗衣间 当然就不是老人洗啊 他们专门就请有这些护工呢 就在这里帮老人洗好衣服 洗好就是 它都是单独洗的 每一户 不是说混在一起洗 每一户呢 自己单独洗 然后洗完之后呢 都叠好 然后呢 还消毒好 然后呢 就给老人送回房间 随脏随洗 就是说不用等 每天都会洗 每天都会洗 看到这里有一个洗澡间 这个面积比较大 如果洗澡就把这个大门关上 为什么在这呢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双人间的话 它里头就是一个洗澡间嘛 要是两个人说 我通常想洗澡 那么呢 另外一个人呢 那些护理人员就会推到这里来 在这里帮他洗澡 这个呢 是双人间 我原来以为说是夫妻俩住在这里不是的 就是说你也可以跟别人合租 这个双人间 那当然双人间就会比单人间就要便宜一些了 这个是双人间 然后呢 这个卫生呢 这个淋浴间呢 跟那个单人间的设置是一样的 也有紧急按钮 然后呢 还有这个 看一下就是专业的老人的呢 洗浴的 这个洗浴间 然后呢 它这个双人间的配置啊 跟单人间基本上一样 比如说有衣柜 衣柜进来 然后呢 这里就是两个床位 然后也看到这里有送餐到屋子里 这个也不需要另外付钱呢 那么它衣柜的设置呢 就是两个衣柜 现在呢 刚才看的呢 是护理院 那现在呢 它带我参观的呢 是一个 就是是养老院 就是说不需要护理的 但是呢 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单元房 套间 可以 就是说不需要护理 但是呢 就可以住在养老院 也就可以享受到这里的设施 每一栋楼的下面呢 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子 你一共几栋楼啊 一共有五栋楼 养老 护理院呢 是两栋 对吧 护理是一栋 护理是一栋 然后呢 还有四栋 是这个 就是养老院 然后呢 这个五号楼里头 就一楼呢 有一个健身中心 就是可以打球啊 做些简单的健身 这也是个球场啊 这个可以打羽毛球啊 这个是软的海绵地 可以做些健身 那么住在这个养老院的话 这四栋楼的话呢 它是说带厨房的可以做些简单的饭菜 如果你说我不想做饭菜了 那它就有饭厅 就餐厅 有一日三餐就可以在餐厅吃 那如果说你要想吃餐厅的话呢 它就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那么这里头的护理人员呢 都是专业的 受过训练的护理人员 那么这院子里头呢 是有医院的 有医生啊什么 在里头抽血 咽血 然后呢 做些什么 B超啊 CT啊 MRI都有 这个医院呢 是二级医院叫做 然后呢 属于康复性的医院 那我们进来呢 是一个健康生活馆 一共是几层啊 两层 一共是清白屏 一楼主要产品 这是其中一个 这属于相当于一个健身 不是 活动中心对吧 一楼餐厅 餐厅可以同时 MASTA买个味的 也有包厢 就是比如说几家日啊 有时候不想吃外面吃的 这家属也可以来这边 跟老安家一起吃 那就是另外付费 对对对 费用的话 这就去另外付费 这是不是属于酒店式的 因为现在不是用餐时间 所以这个现在是看不到 是餐食的 那每一天我们的菜图 都会有公司 每天吃 哦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呢 如果说老人说 我不想在那边餐厅吃了 因为是包的嘛 他也可以到这个活动中心来吃 这个就要另外付费 那么包括呢 就是你的家属啊 儿女啊 来这里吃呢 也可以在这里吃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价钱 还有你看炒的素菜 你说都是大概两三块钱 对吧 青菜的话是两块 青菜两块 肉菜的话是十块或者十二块 肉菜是十块到十二 半婚的话就是五块 半婚是五块 然后糖 就粒糖和白粥 都是免费的 还有些小菜 就刚才看的那个餐牌 要是大家不喜欢的话呢 还可以呢 到这个二号窗台呢 就点它的小炒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单独的炒菜 这里是以粤菜为主吧 是广西都有 就是广西这边还是很包容的 就广西菜啊 还有粤菜香菜啊 都有 那我看到呢 就会员价跟非会员价 就是我可以买一个会员票 对吧 看会员价可以了 那会员价就他会给家属会员价 如果都是所以就看以会员价为主 那你这个非会员价是什么意思呢 就对外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跟我们来参观什么 我们都是会给非会员价 就是粉 就是喜欢吃粉的话 也可以吃粉 粉的八块 它这个餐牌的下头啊 就专门有一个呢 这个血糖的指数 那么就是你老人 或者任何人点餐之前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有包厢 就是说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社区食堂啊 如果说啊 我不想在社区食堂 我想吃的更好一点 家头人来的比较多 那么呢 我们呢 就是可以就到这个包厢来 就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餐厅的包厢 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下这个包厢的菜谱 可以是吃什么 这个呢 就是包厢的价格 比如说白斩鸡半只是78块钱 或者是蜜汁叉烧68块钱 这个由华润集团创建的 移养社区 包含养老院和护理院 它在全国九个城市建有他们的社区 分别是北京 南京 广州 南宁 成都 沈阳 武汉 长沙 和深圳 其中南宁社区是九个城市中最大的 那么位于南宁的这个社区啊 它是在五项新区 玉洞大道70号 2021年建成 公交车嘛 它会有两种线路 第一种是购物线 那我们会给大家去查阳广场啊 去滑阳城啊 就等等这些购物的去买东西 然后第二个线路是医疗线路 医疗线路会大家去医院啊 医科大啊 庄医院等等 这个一些医院去看病救疫 也是很方便的 那你这个社区搬车用交费吗 免费的社区搬车 那你发车时间是怎么样呢 发车时间它有定时定点 早上 早上出去 然后下午回来 它有一个时间表安排 而且平时呢 我们还有一些 就是商务车大发车 可以免 你是免费提送他们去买菜 去究竟的附近去买菜 大约远到这里得三分 大约这里就得两分 大约就一分 这是老人玩那个东西 叫做沙壶球 当时会放些沙子在上头 对吧 然后就推上去 这个呢 是老人啊 平时可以来这里呢 就是免费测量血压呀 测量心跳呀 这个就是 就是护理的一个小角落吧 这都是免费的 就是可以测量了 接待大厅啊 还有一个个隔间 就像日本式榻榻米一样 就是接待厅吧 小客厅 如果说你家里头有家属来啊 也可以在这里 跟这里的住户一起聊聊天 它有一个个隔间 现在我们就上电梯 这电梯呢 也是很人性化 那么也可以坐在这里 就老人不想站的话 这电梯非常大 这里头空间很宽敞 写着欢迎回家 Welcome home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到二楼了 二楼是活动间的吧 活动大厅 对 有活动安排 这个月车 国庆节 春阳节 我们就有一些活动 我们平时也就是讲座 每个月也会举办生日会 因为在我们住在这边的长者 举办生日 然后俱乐部呢 我们也是有很多活动 周一到周五都会有 请俱乐部的老师来教大家 比如说喜欢书法的 可以上书法课 喜欢画画的 都可以上课 还有钢琴 可以看一下啊 就这个老人院 这是老人院 这边呢 不是护理院 就是可以动得了的 那这行动自如的老人呢 你看他们有 各种各样的活动 像我们看一下这个呢 是他们老年大学的教室 那么这教室呢 他们会请专家来这里讲课 比如说请医院的医生啊 讲一些这个 平时健康的这些理念呀 可以看一下他的课程啊 你看这里能简单的 比如说有手机摄影课程啊 手工课程啊 或者是电子琴 学下电子琴的这些课程 就是老年人的 都可以免费的参加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走廊上啊 这些画画作品呢 都是住在这里的这些老人 他们的这个画作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等奖的画作 这位先生呢 他画的是一个相思小镇 这里呢就是书画室 那么喜欢这个 画画的这些老年人呢 就可以在这里呢 就是进行画画 然后他都给你准备好 这些笔墨呀 都在这里纸啊 都准备好 就是让老人呢 可以在这里 来进行他的绘画 那么这里呢 也都是他这个绘画俱乐部 这个老年人绘画俱乐部 他们的作品 那么这里有一个越南史 有个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呢 是跟南京市图书馆合作的 这些书啊 他每个礼拜都会换 那如果你想看不同的书的话呢 就跟管理员说 他们就会呢 也帮你 你要特殊的书 他们就会从南京市图书馆 来给你调过来 如果要是你没有特殊的要求的话呢 这每个礼拜呢 南京市图书馆呢 就会把书送过来 这里还有电脑 给你备好 然后也有WiFi 就直接可以上网 去看到 就是你想看 在网上浏览吧 然后呢 这里还准备了有 这些是不是iPad 这里也用这些也行 这些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还有报纸 那这里还有免费的 就是活动的地方吧 就像有打太极啊 京剧啊 舞蹈啊 瑜伽啊 行体班啊 都有这些活动呢 全都是免费的 那么这里还可以看到 这下面有个天井 这是上面一家家住户 下面就是天井 也可以去这个庭院里头坐着 现在呢 我们就进到他这个 这个活动室来看一下 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介绍啊 现在弹琴的一个叔叔啊 他姓李 这位吕叔叔呢 刚刚进来的时候啊 手都是抖的 那么他现在通过弹琴啊 然后呢 就帮助他的手 就慢慢恢复了 现在呢 他现在手也就不抖了 写字都没有问题 也不抖了 这里呢 有免费的电影院 等会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皮沙发呢 是可以摇动的 刚才他说下午三点半呢 就放那个电影 长青湖 就这沙发坐得很舒服 可以调节 可以摇动 就看的时候 你平时要是不放电影的话 你也可以到这里来 就是静一下 也可以 他这个地毯啊 就是铺得特别厚 然后刚才我去沙发上摇了一下 真的好舒服啊 就是要是平时睡不着 自己来这摇一摇 晃一晃 可能都能睡着了 这里是一个KTV的包厢 也是免费使用的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的话呢 你就就跟那个 就跟前台啊 就定个时段 因为可能用的人也比较多嘛 那么你定个时段呢 你就可以进来呢 就跟家里头人啊 或者是住在这里的老年朋友啊 就一起来这里唱KTV 那么这个服务呢 也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啊 这个它叫做生活馆 就有点是这个 类似于活动中心 那么这个生活馆呢 它这是一个连郎 这个连郎呢 就连接着旁边三位 要三栋这个老人公寓 也就是说老人公寓 它要想到这个活动中心来啊 活动馆来 它不需要走外头 这个晒的这个庭院 你要是刮风下雨 你不用走庭院 那么从这个三栋楼里头呢 它有个连郎 那么这个连郎呢 就能够直接呢 就通过这个连郎 你就可以进来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客房的这个展览室 啊 样品间 那这是第一间 这是一房一厅的 50多平方米 啊 那么比如说要是夫妻俩人来住 你想住一个 啊 这个小的 这个公寓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小的老年公寓 这里头看起来是这样的 这是样的 啊 啊 这个呢 是卫生间 啊 是有一些紧急呼救的 有紧急呼救的这个装置 好 那么现在呢 这里有一个小厨房 那么小厨房呢 你们可以自己做饭做菜 也可以 然后是不是有冰箱啊 有冰箱 冰箱在那边 也可以做饭做菜 要是不想做饭做菜的话呢 就去到这个养老院中心呢 它有食堂 那么可以在里头呢 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些饭菜 你可以在那里 吃饭吃菜 就是几块钱一份的那种饭菜 也可以 包间也可以 就是说你自己选择 那这个是可以出去的吗 这个庭院 它带阳台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阳台 哦 这带个小庭院 就说每一套间 只有这一层 会有这么大一个庭院 平时楼上的话 就阳台到这里 到这里 有小阳台 上衣服 有些珠珠花 小草也可以 就这一层呢 它带的一个这个阳台 这露台就比较大 那如果是在高两层的话 就是一个小阳台了 那么这一层 它也不是第一层啊 这个 它 住宅的第一层 这住宅的第一层 因为下面是院子嘛 那么这个住宅的第一层呢 就相当于一楼或者二楼 因为楼下是花园 那么这个呢 它就大一些 就可以 哎呦 我们先看一下它外头的环境 这个区呢 叫梁庆区 也就是 我是不认识这个区的 因为这以前的南宁这边都是 南宁的远郊了 我小的时候在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几栋养老院的楼 这个是养老院 这个不是护理院 这养老院的大楼 这一共呢 刚刚开张营业呢 也就是才三年 就当然 它一共能够接纳一千多人 当然现在还没有住嘛 那这个套间呢 是五十多平方米 那么它套间的费用呢 是五千多块钱一个月 但是呢 它就不包括水电 也就是说你用的冰箱啊 做菜的呀 还有开空调啊 那么水电要另外付 它这里装有这个水电表 所以呢 就水电表 刚才我问他了 那么一个月多少钱 他就看你自己用多少 或者是你是不是 总是不停地开始空调 那一般来说呢 一百块钱左右呢 一个月呢 这个水电费是够了 好 这个呢 是粮食一厅的 这个就大一些 这也是两个人住也可以 这也是老年公寓 你看它这里呢 有一个客厅 有个阿姨正在 她带个庭院嘛 正在庭院打扫 这个呢 是客厅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客厅呢 这是卫生间 然后呢 有一个淋浴室 是两个卧室 对吧 所以它两 那这个房租是多少 这六千多 六千多 那么水电 还是像刚才咱们说的是 读表 那这个可能水电用的 就比较多了 对吧 可能要不要两百块钱 也不用吧 也用不了一百多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其中一个卧室 因为它是粮食一厅嘛 这是第二间卧室 当然每个卧室 它都带着 你看都有个空调机 然后呢 都带着避柜 都有衣柜在这里 电视冰箱这些家电 我们都是配齐的 包括这些桌子 冻的沙发都有 但是如果说你要煮饭煮菜的 锅碗瓢盆就自己带 就除了锅碗瓢盆不包以外 所有的什么沙发呀 电视啊 桌子 你自己都不用带了 就自己带几个碗 电视费啊 网费啊 这些都是免费的 就是这有高速上网 高速上网也不用另外付费 电视费也不用另外付费 唯一入住的时候 你自己带上锅碗瓢盆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呢 可以说是这个养老院里头 不是护理院啊 我在说 养老院里头呢 可以说是最高级的 最大的一套房间 那么它的房租呢 是7000多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这个是不是也是 自己要带锅碗瓢 你入住的时候 你只要带你的锅碗瓢 然后别的都不用带 别的呢 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 那我们现在就进来看一下 水电是自己读表的 那我估计这么大 可能100多200块钱吧 可能需要 但是就是包括高速上网啊 电视都包括了 它这也是有一个院子 就是因为这层楼是有院子的啊 你在往高处住呢 就不是院子了 就是一个阳台 像它这个院子还挺大的 有一个保家仪呢 就每个礼拜来一次 帮你免费打扫 打扫卫生 那它这个打扫卫生 包括帮你换床单被子吗 床单是一个月换一次 床单一个月换一次 免费帮洗 那这个住住的时候 床单被子都不用带了 对吧 自己带 自己带 因为有床单就是备照要自己带 因为有的人可能用惯了自己的了 所以你要自己准备 那这些都是有晚上有这种急救的这个呼叫器都有 这个是柜子 这是第一个卧室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看一下第二个卧室 它就是空间比较大 它也是两个卧室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它的卫生间 这个领域间 这个卫生间就比较大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轮椅啊 就是全都是无障碍的通道 轮椅全都可以进来的 这是第二个卧室 水电是独表的 所以它的房租呢 是七千多块钱 七千多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这个是多少平方米 八十八平方米 这是他们这里最大的套间 养老院最大的套间 八十八平方米 现在这一圈呢 这是茶室 也是免费来这喝茶吗 这也是免费的 可以进来喝茶 就自己点什么茶都可以 对吧 这需要自己带茶叶来泡茶 就是你想喝茶的话呢 就可以自己 很好呢来一位老先生 是老师 他准备啊就在这里 您是来着教 您是来着教乐器吗 我还有 我跟老师讲 这里都有老师啊 有老师 我老师很不错的 老师还没来 老师马上来 把这个家伙拿下来 这个是叫二胡 这也是我们的老师 这也是老师 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那这个是叫二胡还是金胡啊 这个叫金胡 这个叫金二胡 那么呢 这是一个理发厅 这个呢 就是给老人理发呢 就十块钱一个人 所以就是说 他这里就会有理发师啊 来帮大家理发 那你想做什么 发型啊 什么都可以呢 他收费呢 当然就是 就是是优惠价了 那么这个活动室呢 叫棋牌室 这里通风也很好 就在这里 下棋打牌 都可以 正好有老人在这里活动 还有打麻将呢 那么外头呢 就是一个天井 这庭院 一直到下头 那么进来之后呢 这里有个像 类似于小音乐厅一样 就是他这个老年人社区呢 他们就组织合唱团 那么呢 也可以在这里 合唱团队的人呢 可以有人扳钢琴伴奏 然后呢 大家合唱团 可以在这里唱唱歌 这个呢 是静修式 就是meditation 因为像有的人 他需要练禅宗啊 或者是一些需要冥想的地方 我怎么念冥想的地方 那就可以坐在这个静修室这里 自己静一下 静静心 那我们看一下 静 那门一关呢 就可以在这里 静思 就是要是这些住在这里的老人 他的孙子啊 孙女啊 假期的时候 来看望这个爷爷奶奶的话呢 那么他们也可以在这里玩 就是老人呢 可以陪这些小孩啊 在这里玩 这是儿童事 那我们就上这个电瓶车呢 就回到主楼 这个是属于小区的外围 因为这个电瓶车 是不能在园林里头开的 因为会有老人家散步 现在呢 就是这个电瓶车是免费的 就任何人都可以坐 那么就可以跟这个大唐呢 每栋楼都有个大唐的服务员嘛 就跟他说想坐电瓶车 那么他就会开过来接你 现在我们就上这个电瓶车 然后呢 这位小伙子呢 这小帅哥就带我们坐上这个电瓶车 南明今天一出太阳啊 温度就特别高 现在可能大概有30度 我觉得 大概有30度 这个是康复医院 这个就是康复医院 就是里头有医生的 对吧 就刚才你说的是叫什么 二甲 这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康复科的 针对老年人的康复科 那平时老年人来这里看病的多吗 有一些 这里就是刷医保的 刷医保的 要是如果说是海外华人回来 没有医保自己付费 那他这个收费标准我们知道吗 就按照市场价 就按照平时我们市立医院 就是他收费的标准 就是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现在去国家的公立医院看病 那么你没有社保 那你自己交费 那么这个收的费用呢 是统一的 这里也是跟那里收费的情况 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看望的我妈妈的同事 她看着我从小长大 一直拉着我不让我走 尽管我听不清她说什么 但是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看着我